哈喽 大家好 今天我们有一位朋友 老板怎么称呼你 陈盛平 陈盛平先生 我想问你 你认识还原水之前 你面对什么问题 洗肾 血糖 你洗肾洗多久了 差不多七年 洗肾洗七年 那我想问你 你刚才说血糖 你的血糖是一天要吃多少粒药 一粒 那个血糖有多久了 差不多十多年 十多年的血糖 大概多高 平常时间 空肚子去医院 是7.7 空肚子还有7.7 那如果不知道的朋友 血糖一般上最好在6 不可以超过6 那我想问你 有吃东西的话呢 有吃东西差不多9点多 9点多是很高一下 9点多 那我听讲你还有第三个 面对的身体不舒服 是什么 那个眼睛有肺纹症 眼睛有肺纹症 哦 肺纹症简单讲就是眼睛会看到很多东西 这样子是吗 跑来跑去这样的 哦 那你 你开始认识还原水的时候 你一天是喝多少水 一瓶 一瓶是大概多大 那个大瓶的话 1.5这样的 1.5L的 ok 那你一天喝1.5 不过洗肾的人不是只可以喝500ml水吗 一般上医生都是这样 对 比较多了 那个 那个 会进水 去医院操作 哦 但是你喝还原水不会 还原水可能不会 但是 哇 会 吐出去 海蟹吐出去 比如说排出去 都是排水 哦 哦 但是你喝了多久 看到什么样的改善呢 喝了第二天 他就吐了 哦 第二天就吐 吐了 嗯 ok 那你 你 喝了多久的时间啊 你看到你的身体改善呢 差不多喝了差不多 一个月间了 去医院联系了 所以他都跌到3.8 哦 空肚子 空肚子 哇 从7点多跌到3点多 空肚子 对 只是喝一个月 什么都没有做 啊 哇 一天喝1.5啦 对 还有呢 吃饱了啊 7月5.5 吃饱月5.5 哎 吃饱月5.5是正常啊 哦 那 啊 那个 现在医生还有叫你吃药吗 医生没有拿药了 不用吃了 医生叫你不用吃药了 哇 这个太棒了 医生叫他不用吃药了 才一个月时间哦 对 谢谢 那对于飞文症呢 就是用我们的汉根湾的洗眼镜 你是用我们的9.5还是枪刷 用9.5而已 对 哇 洗了眼镜很凉 很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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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对不起 又很凉 又很凉 哇 ok ok 好神奇一下 那啊 除了那个关于你的 像洗胜有没有什么报告的进步呢 洗胜有没有什么报告的进步呢 以前有说洗不完 啊 现在可以 翻开300回洗到完 什么意思翻开300回洗到完 对 我也不懂 以前是哦 洗到最后一个钟头的话 不耐了 能够一秒 现在要洗多久呢 四个钟头 哦 以前不耐三个 三个钟头就不耐了 三个钟头过了就不耐了 现在可以洗完四个钟头 对了 哦 这样就说你的精神体力什么都比较好去 对对了 哦 哦 ok ok 啊 那现在血糖不用吃药了 对 啊 洗肾也不会这么累了 嗯 就是洗肾过后回家会累吗 会 跟以前的对比呢 比较好一点 真的比较好一点 那第三 就是说 啊 肥文症也好去 对 还有一个钟头是那个血压 啊 血压 血压本来是要吃一把 一点点 现在只是50了 哇 意思说 简单讲 剪一半咯 以前就是 啊 练了啊 一百八十多件啊 啊 现在只有一百三十多 哦 以前有吃药一百 gm 是吗 一百mg 一百mg 不是不是 那个血压 哦 不是你的药是一百mg 一百mg 一百mg 但是练起来还有百八 现在 医生剪药剪到五十 mg 然后 凉了才百三 你几岁 你几岁 六十二 六十二百三是正常 六十二百三是正常了 正常 哇 真的很谢谢你的这个分享 谢谢 啊 我们也也谢谢 啊 这个还原水真的很棒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的好看